王俊凯 杨子深夜约KTV被拍 网友辟谣 他俩也在 今天一早 有媒体爆出王俊凯 杨子深夜在KTV嗨唱的画面 爆料称 当天两人嗨唱到三点先后走出 走向在后面的王俊凯还一路蹦跋地走到杨子车前与其告白 尽显姐弟情深 据悉 王俊凯曾在采访中表示欢迎杨子参加自己的演唱会 所以这是在为演唱会做准备吗 不过 有网友称 此次聚会由店长黄晓明请客 王俊凯说回北京了要聚会 如今也算是兑换这一承诺 此次唱歌吃饭王俊凯和杨子只是硬腰而已 自中餐厅开播以来 黄晓明就成了大家热议的对象 他在节目中的名言名语让人大呼情商智商都不在线 不过在工作中有分歧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只是一个节目吗 节目中的其他成员也没有因此而心存芥蒂 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很要好的